欢迎收看1月28号的中佳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先来看到寒冬送温暖 树林分局的远景 结合了企业的资源 准备了茅牙坦白米 在分局长的带领之下 到独居老人的家中进行慰问 提醒长辈们要特别注意保暖 树林分局公癌长者不落人后 由于寒流来袭 单期辖区内的独居长者缺乏照顾 分局长黄家吉 薪资率领同仁 前往辖区内独居老人家中慰问 提醒他们注意要保暖 保重身体 我们这次是我们第二次 在今年进行有关寒冬送暖的活动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树林里面是仿制的一个重镇 我们这边有一个仿证协会 他们也希望把爱心散布到 我们整个社区当中 我们经过跟区公所的了解 有一些独居老人 他们有实际上的一些需求的时候 我们这个仿证协会 他们也提供我们一些 包括米啊油 还有他们自己制作的毛毯 今天是特别冷的一个时间 我们今天来做发给 是特别的有意义 我们也希望树林分局能够 多把爱心散布到每一个角落 近期寒冬气温骤降 树林分局结合慈善团体 反正协会的资源 到独居长者家中自政茅坛 让长者在寒流来袭死能够保暖 另外还有白米和食用油 让长者们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 也惜爱心能够受到抛砖引玉之效 让更多的企业共襄盛取 一起付出爱心 关怀弱势 中家新闻新闻树林采访报导 中家新闻新闻新闻